當所有人都說我們的城市已經結束之後 我們會覺得沮喪、失望、疲憊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去想所謂的變化 是因為我們附在一個主流的價值觀裡面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一套 關於生存意義的解釋方法 今晚我和台下大部份的人經過 他們有因為不知取消消息而來 有趁熱鬧的人來 但有更多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更新的原因 他們不更新 為什麼一個獨立的音樂活動 是因為這些莫名其妙的商業理由沒有正宗 我們更加不更新的是在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 為了解文化祝福是這麼簡單的 而他們最不甘心的是 為何要承認自己要做一個隨方續樂的人 今晚在這裏 我呼籲警方、外面的市民、所有傳媒 無需要恐怖我們的做習 因為在這裏 每一個追求和支持獨立音樂的人 我們都代表著 每一種獨立和自主的做人方法 這些並不是不和諧的短言 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 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不同的說話之餘 又無心尊重 今晚我很榮幸 可以和這幾百位朋友 處身在這裏 不會再有演出的舞台詞 在這裏 專用文化創意產業 本來不少問題就是立法 補助創作人或是有關參與研究開發人員的工作利益 和他的未來分行利益 亦都無案後非 但是 有關二次創作問題 小鼎網上都試過不少二次創作 其中最流行的 我看見了 我們在這裏 看看我們的情緒是什麼樣子 除了淺這個事外 我們這些事根不懂分 非是自卑黑白 我們每一個人 都個人的環境困難道 好像早舖出來這樣 喜歡吃同一樣東西 喜歡同一樣的電視節目 才是同一種正義的立場 信奉一種失老病死做人的方式 This is dying, you know? 中共的行為 網上世界都是現實世界的一部份 你在那裏搞別人的事 或者去覆制 一樣是有法律的下扣 所以你易地言處理張紛比徑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如果我都不想別人對我的作品這樣做的話 那我就為什麼要把這個行為 做迷的作品上 例如遮監 別人的歌詞、金句 似乎是一些故事背景 似乎最嚴重的 現在 消滅上的 宣傳單 將 以一元形式 在便利店銷售的 黑紙 報行 一張黑紙報行 我曾經借監 他們的黑紙來惡搞 如果真的要立法禁止 刑事迷誹謗 是少爺底位的話 的確有一定有結成的難度 何況之前陳彥聖的 所曾經唱的 金曲 其中呢 聯絡了所謂最出名的卡控 漫畫 對消滅 以為二次創作的立法 不是規範 應該重新修訂 因為香港過去成功 不單止是金融和飲食 有些文化 創意 產業 都是 過去曾經 帶動了香港的經濟起飛 包括 賺取旅遊外匯 推動人與人之間 和諧 國際政治的平衡 多謝各位 有些文化 正式 為了 不 要 是 為了 是 是 要 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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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拿一張鎖匙,我先走了 你不要這樣 想休息一下